山东果树界的同行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谈一下 就是矮瞻苹果树的营养管理 今天讲课的内容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来谈一下矮瞻树的养分的需求 然后来看一下有哪些养分供应的来源 之后来谈一下怎么来争断树体的营养状况 最后谈一下养分管理的策略 那么我们知道矮瞻树和乔瞻树相比 它根系比较浅 树体比较小根系比较浅 结果又比较早 潜量又比较高 这样对养分的管理上保障的程度就要高一些 那么在生产之中经常会出现 要么就是说矮瞻的树生长过旺 你想要使用蛋肥太多 导致树体生长过旺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采用矮花瞻 控制树体生长的这个目的 这个作用 那么另一个极端 就是说往往早期结果太多 导致树就是说小老树 这样也会显著的影响 这个矮瞻果然一生的这个收益 那么怎么来利用营养管理 就是说既能够满足树体生长发育的需要 又能够达到控制树式 调节生长的这个作用 是矮瞻营养管理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苹果树呢 和其他这个植物一样 需要14种呢 必须的矿制营养 这14种呢 矿制营养分成了大量营养 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下一张幻灵篇 那么我们呢 就是用试验的办法来确定呢 矮瞻苹果树对养分的需求 我们采用了沙培这种技术 这个 种植的密度呢 就是很典型的这个高仿锤型的密度 然后在生长 整个生长季节呢 用完全营养液来提供 满足树梯对养分的这个需要 整个生长季节呢 用了大概30克的淡素 在果实的负载量呢 控制在八个果 每平方厘米的干节面积 昨天呢 Robinson教授也谈到这个 这个呢 应该是嘎拉最适宜的这个负载量 在果实发育的七个关键时期 也就是说在发芽 开花 短烧停长 长烧停长 果实迅速发育 果实采收和落叶 在七个时期呢 对这个整株树呢 已经破坏性的群 进行营养分析 那么这个树呢 这个照片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沙培的树 在果实成熟之前 采收之前 大概一个星期的情况 就是整个树呢 这个果实 就是说 果实颜色 果个的大小 以及呢 这个 树体的挂果的情况呢 是和田间这种 高仿锤性树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测定了 各个器官里边 养分的状况 那么在这展示给大家呢 就是 花后到三个月 也就是在八月初 取的叶子的养分的状况 和果实采收的时候 果实的营养的状况 从这数据呢 可以看出 就是说这个营养呢 它的养分的水平呢 落在这个 对于嘎拉来说 是最适宜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蛋呢 是2% 叶子里边 果实嘛 这个蛋呢 大约是叶子里边的 八分之一 甲呢 叶子里边是1.6% 果实里边嘛 正好是一半 这个比率呢 大约是 都是这样 彭来说呢 叶子和果子之间呢 差别不大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矮沾苹果树 它这个 整个生长季节之中 干物质积累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是在发芽的时候 发芽之后呢 整个树呢 逐渐地开始 干物质积累 然后呢 这是花期 这是短烧停长 从短烧停长之后呢 这干物质积累呢 基本上就是 值钱增加 一直到果实采收 那么烧叶 干物质积累呢 呈现这样一种趋势 也就是 最 积累最快的时间呢 是从花期 到长烧停长 到新烧停长 那么之后呢 就变好不大 而相对果实来说呢 前期 干物质积累比较慢 从这个长烧停长之后 干物质积累呢 是直线增加 一直到果实的采收 右边呢 列的就是说 平均南果中 180克 硬度和 可兽性固性物 都表明呢 这个果实的品质呢 对嘎勒来说 这个数据呢 证明果实品质呢 是很好的 那么矮单树和 石胜单树的树 最大的差别 昨天呢 Robinson教授也谈到了 这里呢正好给你们展示一些数据 也就是说 这是 就是说矮单树 从发芽到果实采收 一共净积累了 每棵树净积累的 4.3公斤的干物质 那么这些 4.3公斤的干物质呢 有72% 是在 是分配到果实之中 也就是我们 所谓的这个 收获系数 收获指数 烧叶里边呢 只占17% 其他 你想根系啊 多年生的质干啊 等等 只占10% 这个在果实之中的 这个 分配到果实之中的 这个数量呢 比乔斩数 比石胜斩数呢 远远的要高得多 也就是说 在矮花的枕目上 这个分配的系数呢 一般是在 70%到75% 而石胜斩数呢 这个数值呢 要低于50% 也就是说 我们进行 苹果栽培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获得 高质量的果实 那么矮斩数呢 正式利用 它遗传上的 这个特性呢 来决定 这个 干物质的分配 那么 所有的养分 在整个数体 之间的积累呢 呃 呃 呈现 不同的趋势 那么这是大量元素 就是氮 磷 甲 钙 煤 硫 那么 首先来看一下氮素 氮素呢 从发芽到 开花 变化不大 那么 从开花 到 长烧停长 这段时期呢 积累的速度呢 最快 长烧停长之后呢 继续积累 但是呢 这个速度呢 显著的变缓 也说 苹果树的大量的虚弹期 是在从开花 到长烧停长 那么其他的这五个大量元素呢 积累的趋势都比较接近 你想 零 是从发芽到开花 积累比较慢 然后呢 直线增加 一直到果实采收 也直线增加嘛 就证明它这个 每天的需要量呢 是一个恒定 比较稳定 甲也是这样 钙呢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在果实采收之前呢 略微的坚缓 鎂呢 也是这样 硫呢 也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直线的增加 从花期开始 那么对微量元素来说呢 这四种微量元素 呈现这样一种趋势 就是说 铺 前期嘛 积累比较慢 然后从花期开始呢 积累迅速的增加 一直到果实采收 这是银 这是铁 这是蒙 那么 除了来了解 整株树养分的积累以外呢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 这个树体呢 最活耀的部位 也就是这新生器官 地上部分的新生器官 新生器官嘛 包括烧叶 包括果实 这个是烧叶 倒三角 然后呢圆圈是果实 那么 发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是地上部的新生的器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量元素 就是在烧叶和果实中 积累的情况 那么对于蛋素来说呢 它这个在烧叶中的积累呢 和这个烧叶中干物质积累呢 是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积累最快的时间呢 是从开花到新烧停长 那么新烧停长之后呢 这个就变化不大 量上变化不大 但是仍然上 仍然由这个 就是说 由这个进出 就是说 根系吸收蛋素 仍然到叶子里边 但是叶子有一分蛋素呢 就到果实里边 那么对果实来说呢 前期增长 增加比较缓慢 然后从长烧停长之后 这个随着果实的迅速膨大 这个蛋素的量呢 增加 那么到果实采收的时候 38%左右的这个新生器官里边的蛋 是在果实里边 剩下的呢 是在烧业里边 对于零来说呢 这个趋势呢 是一样的 你看 就是和烧业干物质积累的趋势一样 果实里边呢 它这个零的积累呢 是前期比较缓慢 然后呢 后期比较快 到果实采收的时候 果实里边的零 占到新生器官里边的零的61%左右 这就为什么 你这个结果多的情况之下呢 你这个零对零速 零肥的需要量增加 对甲来说呢 哎 烧业里边是这种趋势 果实里边是这种趋势 在果实采收的时候 果实里边的甲 占到新生器官里边的甲的70%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对矮占数 因为它结果比较早 产量呢 又比较高 这样对甲的需求呢 要高得多 因为甲呢 与碳塑化合物的这个运输有关系 也就是说 你像 它果实多 那么需要运输大量的碳塑化合物呢 到果实之中 那么甲的需求量呢 明显的要高 对于钙 这个呢 比较特殊 在所有的元素之中 那么钙在新生器官里边的分配呢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钙 都分配到烧叶之中 也就是说 从花期开始 这钙呢 一直增加 烧叶里边 一直增加到果实采收 那么果实里边呢 这钙呢 前期增加的比较缓慢 到长寿停长之后 增加速度呢 明显的加快 因为这个果实迅速膨大嘛 到果实采收的时候 只有百分之 这个果实里边的钙呢 只占新生器官里边 钙总量的14% 烧叶里边呢 占86% 这与钙这个 在烧叶和果实之间呢 这种 就是说分配的这个 这个模式有关系 就是说 钙被根系吸收之后 运输到地上部 它的分配的模式呢 就是说 哪里蒸腾速率越高 哪里呢 得到的钙越多 我们知道烧叶呢 比果实蒸腾速率要高得多 所以呢 它得到的钙呢 就要比果实多得多 那么下一个元素呢 就是酶 酶呢 也是这个在烧叶里边积累 与这个烧叶干物质积累 基本上相似 在果实里边呢 前期慢一些 后期呢 稍微快一些 到果实采收的时候呢 这个果实里边的美嘛 大约占到新生器官里边的美的 也就是百分 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到百分之四十 那么硫呢 这个积累的趋势呢 和蛋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对微量元素来说呢 我想着重谈一下这个鹏 鹏呢 大家都知道 对于花粉的发芽 花粉管的生长 和做果 果实的生长呢 都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个量上呢 也可以看出来 它在烧叶里边的积累呢 与烧叶干物质积累呢 基本上一个模式 就是说在长烧停长之后 这个鹏呢 还略有降低 所以有些鹏呢 被运送到果实里边 那么在果实里边的积累呢 很典型的就是 前期比较慢 后期 从短烧停长之后 这是花期 这是短烧停长 然后呢 迅速增加 一直到果实采收 在果实采收的时候 果实里边的鹏 粘到新生器官里边 鹏的78% 也就是说 你这个 对于矮丹树来说 结果多 那么鹏的需要量呢 就增加 与新来说 新我们知道 是一个生长 与生长 密切相关的一个元素 如果缺新 导致呢 小叶病 那么缺鹏呢 咱们大家都知道 导致说果病 就是果实发育 很有关系 那么新在烧叶里边积累呢 基本上和这个烧叶干物质 积累一个模式 那么果实里边积累前期卖 后期快 到果实采收的时候呢 这个果实里边的这个鑫呢 大约占到新生器官鑫里边的 30%左右 那么铁 这是烧叶里边 这是果实里边 那么果实采收的时候呢 它这个占到的铁呢 大约是新生器官铁里边的 60%左右 蒙 蒙的这个烧叶里边和果实里边积累的模式呢 有点类似于像钙 也就是说烧叶里边呢 这个积累呢 占主要的部分 果实里边呢 占的比例比较低 到果实采收的时候 果实里边的蒙呢 大约占新生器官的蒙的 18%左右 我们知道蒙与光合作用呢 关系很明确 缺蒙的话 会降低 果实的光合作用 那么我们把这个整株树 就是说从发芽 到果实采收 这个整株的净积累量 列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把新生器官里边 养分的积累的量 列在这儿 我们很有意思的发现呢 就是说 整株树的对淡树的这个净积累的量 和新生器官里边的淡树的总量呢 是一样的 零也是一样的 甲也是一样的 当然钙呢 六位低一点 藤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 新生器官 对于养分的需求 基本上能够代表 整株树对养分的需求 这样 因为这个工作呢 是在嘎拉上做的 那么将来 你会知道 我们要做这个 复试的养分的需求 那么就可以呢 把这个精力呢 集中放在新生器官上 因为把整株树 这个 就是挖掘出来 进行营养分析 这个很费时分力 并且在田间做呢 比较困难 因为很难把田间 在田间把根系呢 都能够就是说 完整的能够 能够挖出来 那么 果树对这个养分的需求呢 下一段话能片 果树对养分的需求呢 它与产量 显然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这个养分的分配 在烧叶和果实之间不一样 这样呢 就是说 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 我们呢 就看到 就是说 对产量的这个 响应呢 是这样 随着产量的增加 这个对各种元素的需求量 是增加的 以蛋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每生产一吨的果实 整株树呢 大约吸收一公斤的蛋素 就够了 那么如果你的产量 是五吨的话 每亩地 那么就需要 就是五到六公斤的蛋素 这是吸收的量 注意这是吸收的量 那么对甲来说呢 这个量呢 基本上是蛋素的两倍 就是说蛋素是一公斤的话 甲呢 大概在两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 矮单密质的果颜 对甲的需求量 远远超过对蛋的需求量 那么这是一个小节 也就是说呢 养分的需求呢 这是在每亩地 产3.5吨的情况之下 养分的需求是这样 那么 养分需求的实际上来说 从开花到新勺停长 是蛋素营养的一个 最大的需求期 然后呢 蛋素对蛋素需求量降低 但是比较稳定 其他的营养元素呢 从开花到果实采收呢 这个需求呢 都比较稳定 烧叶和果实呢 对养分的需求呢 有不同 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时间上 烧叶来说呢 是从开花到新勺停长 是大量的需求期 然后对果实来说呢 新勺停长到果实采收 但早期果实的生长 幼果的生长 对于这些养分的需求呢 也就是养分 这个充足的养分供应 也非常重要 但是量上呢 并不是那么多 因为果实呢 比较小 从数量上来说呢 稍叶比这个 果实比稍叶呢 需要更多的 磷 钾 铁 和盆 那么 刚才谈到 就是对养分的这个需求 那么再来看一下呢 对养分的供应 养分的供应呢 有这么几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嘛 就是树体的储存养分 我们多年生的果树 它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嘛 那么它头一年 积了一些营养 在落叶的时候 特别落叶的时候 一些养分呢 从叶片里边回流到 树体的多年生部位 进行储存 那么这些养分呢 这个呢 这个来源呢 对于人皮肤中 可运 再运输 或者可再移动的养分呢 非常重要 包括的蛋 磷 甲 蒙 棚 就是这些 能在人皮肤中 被再运输的这些养分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特别是从 发芽 到这个 开花这点时间 那么第二个最主要的 可以说是 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土壤养分的供应 不管你这个土壤呢 有多么急剥 它都有一定的养分 供应养分的能力 那么当然这个供应的能力呢 取决于好多因素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土壤有机制的含量 如果土壤有机制的含量高 那么这个 来自于这个 来自于土壤的这个养分 供应就强 如果你是沙地 土壤有机制的含量低 那么供应就低 如果这两个 它不能够满足果树对养分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土壤是肥 或者叶面喷肥呢 来补充这些养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用蛋15 做的 就是说来看一下 储藏的养分和当年供应的养分 对这个烧叶和果实生长的贡献 到底有多大 这个呢 你看啊 这是烧叶中蛋素的积累 那么两个来源 一个呢 就是这个储藏的蛋 一个呢 就是当年供应的蛋 我们发现呢 从发芽到花期 到开花 主要是储藏蛋 那么开花之后 储藏蛋继续供应一部分 但是很快呢 就是说就用完了 那么这时候呢 更新大年吸收的蛋呢 就增加 他这个呢 也遵循着 基本上遵循着这个 这个新烧生长的这个规律 也就是说 特别是当年供应的蛋 也就是在长烧停长之后 来供应烧叶呢 基本上就停下来 你看 这个就变好不大了 在果实采收的时候 储藏蛋 大约贡献给这个 烧叶之中呢 是45% 这个当年供应的蛋呢 大约是贡献给烧叶之中呢 大约占55% 对果实来说呢 这是果实中的总蛋 那么两个来源 一个是储藏蛋供应 一个呢 是当年新吸收蛋 果实采收的时候 这两个呢 大约各占50%左右 那么如何来判断 土壤养分的供应水平 这个呢 在这个营养管理之中呢 就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 我们通常的办法呢 是进行土壤分析 土壤分析呢 在新建果源之前 通过土壤分析呢 我们获知 PH和有限养分的数据 这样呢 对一些养分 就是说土壤中养分 不充足的不够的 那么我们呢 在新建源之前呢 进行补充 你想特别是磷 因为磷呢 土壤之中移动性很差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在建源之前 把这个磷肥呢 失足 那么对于一间的果源呢 我们可以通过土壤分析 结合着叶子的分析呢 来这个诊断 树体的营养状况 为核里使肥呢 提供依据 那么目前呢 就是只有钙 铭 甲 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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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铝呢 就是土壤中 最合适的养分的 有效范围呢 已经确定 其他的这些元素 特别是微量元素呢 这个最实范围呢 还没有确定 土壤的取样呢 一般是在夏末秋初 或者是秋季果实采受之后 把表图和星图呢 分开 每一个果园呢 你想美国嘛 他们都是在那边 是十个英亩 那么在国内呢 有些果园比这个要小 那么就四五亩地 这样你说都是富士的话 就取一个样就可以 但是呢 要分 就是说十个点 就是说你不要 因为土壤这个 一个位置和另外一个位置 变化比较大 那么你 选十个点 那么在这十个点呢 把表图和星图都分开放 然后把所有的十个点的表图 放到一块 来混合好了 取一个样 然后呢 把十个点的所有的星图 放到一块混合好了 取一个样 来进行营养分析 那么土壤ph呢 这个我不多说 就是苹果最湿的ph呢 大概就是6.0到6.5 那么 土壤胶体我们知道 带着负点核 那么它就吸附呢 带正点核的这个离子 也就是氧离子 说吸附的氧离子呢 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是呈酸性的氧离子 这些氧离子呢 从这个土壤胶体上 直换下来之后呢 它就使这个土壤变酸 那么这些氧离子呢 包括氢离子 氯离子 铁离子 和蒙离子 另一类呢 就是成碱性的氧离子 这就包括了 钙 酶 钾 钾 如果这些氧离子多了 那么这个土壤呢 就偏碱 也就这样很显然 要想打到一个 合适的ph的话 这两者呢 要有一个合适的比率 那么从 提供果树营养的 这个角度来说呢 钙 酶 钾之间 也应该有一个 合适的比例 那么 在康奈尔大学呢 就是 经过研究 得到一些 就是 在土壤分析的时候 我们 怎么来调整 土壤这个氧分的状况 怎么来调整 土壤的这些 这个ph值 那么就是说 氧离子 土壤的氧离子 交换大量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土壤的质地 它这个氧离子 交换大量呢 不一样 沙土 从沙土到年土 逐渐地增加 那么这是表土 这是新土 那么 钙 煤 甲的这个量呢 是怎么来 就是大体是一个 什么样的比例 比较合适呢 我们以这个 壤图作为一个例子 你想 壤图在 表层图 这是那氧离子 交换大量 那么 钙呢 我们希望大家 就是说是 有五千五百磅 那么 煤呢 是 应该是 如果钙是一百的话 这个地方呢 应该就是十二 也就是说是 百分之十二 这个数值的百分之十二 当然是六百六十 那么甲呢 就是这个 钙的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 五千五百的话 正常就是 五百五十 五百二十左右 也就是说 从重量上 这个比率呢 就是 钙 煤 甲 就是 它的比率是 一百 比十二 比十 那么从 大量上 这个比率呢 是二十 比四 比一 也就是 钙嘛 钙两个正点盒嘛 你这样 这个大量不一样 就出一二 那么钙嘛 只有一个正点盒 但是 质量上 这个比率呢 比较好记 对于零来说 那么 在突然之前 已经突然分析 如果 零的量 小于一磅 每一亩 那么 我们在种植前呢 就是一百二十磅 的无缘化二零 这一百二十磅呢 基本上能够满足 这个管源呢 二十 二十五年的这个需求 如果 突然分析的是一个 已经 呃 就是说 正在生产的一个管源 那么我们呢 无缘化二零的数量呢 就不用那么多 而是呢 用六十磅 因为这个零呢 在突然之中呢 移动性很差 如果这个零的量呢 突然分析出了超过九磅 那么 定制之前呢 就是新建管源呢 就只用四十磅的 这个无缘化二零 而对于已有的管源呢 就不用任何的这个 磷肥 而这个 计算的方式呢 是在这儿 我不多说 那么对棚来说呢 最适宜的棚的量 或者 呃 应该使得这个棚的数量 与突然之地有关 就是从 这个沙土 一直到壤土 那么这个呢 它这个水平 你看这个是很低 一从很低到很高 是一个相对水平 那么对沙土来说 如果小于0.4磅 那么 你在建源的时候呢 呃 或者是 不管是建源 还是新建管源 都有13磅的棚 每英亩 那么 如果你这个水平 超过1.2磅的话 对于沙土来说 你不用10磅 那么对于壤土来说呢 这个 最低的 你想这个是0.8 这个呢 是2.4磅 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呢 来进行 棚元素呢 这个量进行调节 那么这些成酸性的氧粒子 成酸性的氧粒子呢 呃 这种特别是铝 这个铝呢 如果是 土壤贴质值太低 会对 就是铝太多 浓度太高 会对这个 呃 根系呢 造成毒害 是根呢 就不长了 它这个新根生长 显著地受到一致 那么各种元素的吸收呢 就受到影响 在咱们山东呢 一般来说 就是这个 土壤呢 它这个 比较 呃 自然状态之下呢 土壤 贴质值呢 一般就是说中性 或者 当然交通嘛 6.5 6.5 到7.0 之间 其他地方 好多都是 就是7.0 比7.0 还要高一些 但是呢 呃 在 一件的管源之中 由于长期 大量的食用氮肥呢 土壤 贴质值呢 好多地方 已经降到5.5 你想 七下 呃 江耀茂教授做的这个调查呢 好多果然已经降到5.5 这样呢 这个氯的毒害 就是说这个氯的这个 土壤之中 氯的浓度呢 与土壤 撇质值呢 是一个负的关系 就是 随着土壤撇质值的降低 氯的这个量呢 增加 如果土壤撇质值降到5.5以下 你看 这个呢 氯的浓度呢 就比较高了 能达到一 就是说 100磅 这个地方 差于100磅左右 如果 一个银亩达到100磅的这个铝 那么这根系生长 那就受到影响 或者呢 另外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 把铝 铁蒙 这些成酸性的样子 都压到一块 如果 每亩地呢 超过这个 哦 这个是200磅 200磅 应该是200磅 200磅 就是 如果土壤里边算的话 就是100个ppm 就是100个ppm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这个范围比较大 有从100到200之间 这个范围 铁呢 也是一样 就是说 土壤里边 有效的铁呢 随着土壤 ph值的降低 而铁的量呢 增加 增加很快 那么缺铁嘛 我们都知道 发生在这个土壤 ph值高的 这个条件之下 那么 银和铜呢 这个呢 就是说 它是 有效性 随着土壤 ph值的增加 而降低 如果土壤里边呢 零很多 土壤里边 零很多 的话就会降低 铁和铜的有效性 另外就是 如果土壤有机质 含量特别高的话 也会降低它的有效性 但是在山东呢 咱们国内呢 土壤有机质一般 比较低 最适宜的范围呢 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在酸性的土壤上 特别在纽约州 就是土壤 ph值呢 好多地方都是5.5 还要更低 那么在建立 苹果园的时候呢 就要用石会石 来调节土壤的ph 调节土壤ph呢 就是说 用石会石来增加 土壤的ph呢 有这么一些好的这个作用 一个呢 就是增加这个 成碱性氧离子的这个数量 就是钙啊 鎂啊 增加零的这个有效性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 减少这个成酸性的氧离子的水平 特别是铝和蒙 这样呢 就避免这个 由于ph 通常ph太低而造成的 过多的铝的积累 对根系造成毒害 第三一个嘛 就是促进维生物的活动 改善 通常的结构 你想 如果通常ph之质太低 那么往往呢 通常的结构受到影响 呃 它这个饱肥的能力呢 变差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改善根系的生长 来这个 对整个植株的这个养分的水平呢 提供乙震的保障 那么对于这个 石会石的需求量呢 就是说 我们在建原的时候 纽约州呢 降雨比较多 一年的降雨量 大约是一千个毫米 甚至还要多一点 那么这个降雨量很大呢 我们就想把这个通常的ph值呢 在建原的时候呢 表图让它稍微高一点 这样有那么几年之后呢 通常ph值逐渐的降低 然后新图嘛 就是说 维持在6.5 那么它这个用量呢 是建立在这个 阳离子交换荡量 你目标的这个ph 也就是这两个 然后呢 就是成碱性的阳离子 所占到的整个的 这个阳离子交换荡量中的比率 以及钙和鎂的这个比率 这个是荡量比 就是钙比每是5比1 那么从质量上来比呢 就是说钙比每呢 是100比12 如果加上假的话 就是100比12比10 那么维持 就像有的土壤 一见的管源呢 我们就维持在土壤ph值 不要低于6 如果低于6的话 它不是5.8以下 那么一些这个 成酸性的阳离子呢 就明显的增加 那么在纽约州 就是根据土壤荷叶片的分析 每隔两年左右呢 就要使一些石灰石 来保证这个土壤的ph值 在这个6到6.5之间 土壤有机质呢 我们都知道 对这个土壤的肥力 对土壤的供养 提供养分能力呢 起了一个很主要的作用 好多的营养元素 氮 钾 钾 都是从土壤有机质 就是经过分解之后 经过矿化之后 释放出来 然后呢 被果实的根系吸收 它有机质可以增加 这个土壤的 这个氧类质交换当量 增加这个水分性的 传具体的这个数量 提高保水能力 支持多样化的这个微生物 并且减少呢 这个养分的淋湿 那么 在纽约州 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呢 就是大部分的果原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呢 就是在2%到3%之间 3%的占的比例很大 个别的果原呢 有低于1%的 就是那种杀性的土壤极少 个别的果原呢 也有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数量呢 也比较少 那么上面呢 谈到就是说 土壤分析 根据土壤分析呢 来判断土壤养分的供应状况 如果土壤养分 不够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说 在渐原之前 或者在渐原之后 对这个养分的进行调整 那么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呢 就是对树体的养分呢 进行诊断 我们对树体的养分进行诊断呢 就是说通过测定树体 特别是叶片和果实 这种养分的浓度 来对这个养分的 这个供求关系呢 有一个判断 但是呢 我们应该记住 就是说 树体组织养分的含量呢 受到树体的涨势 和负载量的影响呢 很大 就是说如果掌势长得很旺 或者是呢 如果负载量太大 那么它影响到这个 烧液生长的量 从而来由这个 你会说吸湿 或者浓缩的作用 所以把这个呢 应该记住 所以呢 我们组织分析 营养分的分析非常重要 但是呢 你要把营养分析结果 和土壤分析 和树式的这个判断呢 要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就是对每一种 营养分析来说 都有一个 关键的一个浓度 这个浓度呢 如果低于这个浓度呢 就是说 浓度越来越低的话 那么树体的生长 和产量呢 就越来越低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在这个范围之内 随着这个 组织里边 养分浓度越来越高 那么树体的涨势 生长量和产量 呢 逐渐地增加 那么到了这个 关键浓度之后呢 在一个范围之内呢 你随着组织中浓度的 这个营养分浓度增加 它就不再变化 当然如果太多的话 就会导致毒害 但是对大部分的 营养元素来说 很少出现毒害的情况 除非是 你想 蓬 如果太多的话 会导致早期落滚啊 会导致储藏性能降低 对淡素来说 往往是 淡素太多了之后呢 它倒对树体 没有什么毒害 但是呢 它是促进树体的妄长 降低呢 果实这个储藏的水平 降低果实的品质 所以呢 虽然没有毒害 我们呢 但是要控制在 就是说一定要在控制的 这个事宜的范围之内 不要太多 那么对叶片的这个 经济叶分析的时候 就要采集叶片 对叶片的采集呢 是这样 就是在花后 开花之后90天 或者是花瓣脱落之后 大概就是七八十天左右 一般是 在那边是八月初 对于一个品种呢 就是取100片的叶子 包括叶饼 那么就是取这个 长烧中部的叶子 过去嘛 都是从七到 第七到第九片叶 在那边就是 没有求烧生长嘛 就是长烧中部的叶子 那么 这个代表的地块呢 就是说一个叶子呢 不能够超过十个英亩 那么在咱们国内嘛 这个不是个问题 一般就是四五亩的果然 就是说一个品种的话 就取一个叶子就可以了 要记录呢 这些就是长势 叶子的颜色 做果的量修剪的程度 和这个杂草控制的这个程度 然后这些信息呢 在你得到这个阴阳 组织阴阳分析的结果之后呢 可以综合判断 那么取了叶子之后呢 下一张 取了叶子之后呢 要对这个叶子呢 进行清洗 然后呢 就是说 纸巾把它 水分吸干 装在这个纸袋之中 寄到实验室中 或者呢 放在一个温度高一点地方 让它把它分干 那么得到结果之后呢 你都要对这个 叶子分析的这个结果呢 进行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 与标准的这个范围呢 进行比较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不仅要考虑 这个绝对的浓度 还要考虑元素之间的平衡 第一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综合的考虑树体的生长 结果的量 果实的品质 以及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和一些其他的元素呢 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对于叶子的氮树来说呢 分不同的类型 也就是说 对湿液的范围呢 与树的年龄 和品种有关系 那么 对没有结果的幼树 我们的目的是 想让它 就是说 迅速的长树 就是说 让它迅速的生长 那么 这个叶子氮的水平呢 就是对湿液的2.5左右 2.5% 已经结果的幼树呢 我们这个数量呢 就降低 大概降到2.3%左右 那么对成岭的 生果期的果源 那么如果这个品种呢 它对蛋比较敏感 说我们叫软品种 这个品种呢 对蛋比较敏感 你稍微多吃一点蛋 它的果实品质就受到影响 对这些品种呢 我一会还要谈到 对这些品种呢 我们就控制在 叶子里边蛋的浓度呢 就2% 对于硬的品种 你想 就是说 你稍微多一点蛋影响 不是太大 但是也受影响 但是不是那么敏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蛋树呢 控制在2.3%左右 我们的新烧的生长 就是成岭的树 我们控制在 就是说25到40公分 外围的长烧 那么 负载量影响叶片中 蛋的含量 像如果大小年 那么大年 你这个蛋的含量呢 叶子蛋的含量就高 小年 你蛋的含量就低 为什么呢 小年的时候 没有果实生长 你这个新烧生长呢 量比较大 把这个叶子里边的蛋树呢 给稀释了 但是干旱杂草 降低这个 叶子中蛋的水平 当叶子的含量量 低于2.2%的时候 往往呢 一些品种 就是特别是由这个 隔年结果习性的 就是大小年 这个特性的这些 更容易呢 出现这个大小年 即使像嘎拉这样的品种 一会儿还要谈到 如果蛋树 叶子蛋的水平 降到1.8%之下 你这个大小年呢 就是说 这个花量 会受到影响 那么对其他的元素呢 就是用这个标准 一会儿呢 我还要每一个元素呢 来讲解 叶子的磷 磷呢 最适番为 是0.13% 到0.33% 往往缺磷呢 在土壤 在低 pH 土壤上呢 往往容易缺磷 你看土壤 pH 是太低 好多磷呢 都可以形成磷酸铝酸蒙啊 等等 就会变得无效 但土壤撇置太高 也缺磷 土壤撇置太高的话 就变成磷酸钙啊 等等 也会沉淀掉 那么 高磷 你看叶子里边 缺芯的时候 小叶病 那么你测叶子里边 磷的浓度呢 这个磷的浓度会很高 就它生长呢 受到抑制 那么有个很大的一个浓缩效应 对假来说呢 下一张 对假来说呢 最实的范围呢 是1.3%到1.8% 但和假的比率嘛 大概就是说 1到1.5%左右 水分呢 对这个假的影响呢 很大 干旱的年份 那么 树起呢 就容易缺假 另外呢 叶子 假的水平呢 与挂国量 与负载量呢 是一个负相关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年这个树上 没几个果子 那么叶子 甲的含量呢 就很高 如果这一年 结果很多 我们知道果子呢 果实呢 是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酷 也就是说 果实多了 大部分的甲 都用到果实里边了 结果是叶子里边呢 甲降低 下面呢 我用这一张图 这个呢 是我的同事 瓦特克斯教授呢 在1992年的时候 做的一个实验 这个呢 是用的英国的一个评论 这是咱们国内没有 但是呢 没关系 咱们看一下这个 甲 做果量 和甲 和钙的关系 然后怎么影响到呢 它这个苦豆病的发生 这个 横轴呢 是果实的大小 也就是说 从很小的果 110克 到很大的果 190克 这个图里边呢 有四个小图 一个呢 是苦豆病 发生的比率 这个呢 是果实之中 钙的浓度 这个呢 是果实之中 甲的浓度 这个呢 是果实之中 鎂的浓度 每一个图里边呢 有两条线 一条线呢 就是这个圆圈的 圆圈的这个呢 就是负载量高的 另外一个呢 是10点 10点的呢 是负载量低的 就是 那么我们来 想来看一下 随着果实 由大变小 它这个果实里边呢 钙的浓度呢 逐渐的降低 相应的呢 苦豆病的发病率呢 逐渐的增加 那么 把负载量降低之后呢 哎 果实里边 钙的浓度降低 相应的呢 苦豆病的发病率呢 增加 这个对应性很好 那么 什么原因 导致了 负载量低的情况之下 果实里边 钙的浓度低呢 哎 正好与 果实里边 高的甲有关系 就是负载量低的情况下 果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甲 用不了那么多甲 每一个果实呢 负载量低的情况之下 就是每一个果实 都得到充足的甲的供应 这样果实里边 甲的浓度就很高 甲的浓度呢 一高之后 哎 抑制了果实对钙的这个吸收 那么 一时对果实钙的吸收之后呢 导致苦豆病增加 所以这个负载量呢 就是挂果量呢 影响到果实里边 甲 钙 这个浓度 从而影响到呢 苦豆病的发生 鎂呢 没有多少变化 那么当然 其他元素也受到影响 你想 盆的水平 呃 你想 其他的元素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做负载量的管理呢 呃 对于 维持 树体的这个 适宜的营养状况呢 也非常重要 对钙来说呢 就是说 它最实的范围呢 是1.3 到2.0 那么 低土壤的pH 会导致呢 缺钙 因为它本身呢 土壤就没有那么多的钙 来被根系呢 吸收 所以土壤pH值低的情况之下呢 容易导致缺钙 另外一个呢 如果根系收到 生长受到影响 你想 缺棚啊 缺芯啊 影响了根系的生长 也呢 导致这个 呃 植株缺钙 特别是果实缺钙 但是呢 由于钙在烧液和果实之中 分配的这个模式呢 是由蒸腾来决定的 那么即使叶片之中含量 钙的含量高 果实中的 钙的营养状态呢 呃 并不一定好 那么呃 你想 这个图呢 展示的就是 苦头病 苦头病就是说这种 出现这种凹陷 变鹤 那么这个品种呢 是日本的一个品种 叫Sensa 这个品种呢 呃 你看在新烧生长过旺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个 这个 果材腹梢 长得很旺 就是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冬天修剪的时候 把这个 给回缩回去了 回缩回去之后 导致这个新烧呢 旺长 旺长之后 这里解的果实呢 就全是缺钙 因为新烧 因为新烧长得很旺 好多叶片 这盖来了之后呢 都大部分都到这个叶片里边 那么果实里边得到的盖很少 所以呢 导致这个 这个缺钙 下边一个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 这个梅 梅呢 最实的范围呢 就是0.35% 到0.5% 那么钾和梅的比率呢 不应该超过4 也就是说 如果椰子里边钾是1.6%的话 梅呢 应该至少是0.4% 缺钙呢 往往也是由于土壤撇持值呢 过低引起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你钾太高了 钾供应的量太大 那么也可能呢 导致缺钙 在缺钙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用含钙的一些石灰石 或者就是说 在建源之前 你如果知道这个 土壤里边钙不足的话 那么你得用石灰石 调解土壤撇持值的时候呢 就不是只用碳酸钙 而是用呢 碳酸钙和碳酸钙 那么另外呢 全美的情况之下 可以用这个硫酸钙 来进行喷撒 就是这个呢 硫酸钙七个结晶水 这个量呢 可以用到2%3% 来进行喷撒 效果呢 是挺好的 在纽约州那边 那个虚呢 用的比较多 下面来看一下棚 椰子里边棚的最适应浓度呢 就是25到50个皮片 棚呢 这个就是说 土壤太干了 这个棚呢 不能够吸收 土壤太湿了之后呢 把这个棚呢 就给零吸掉了 在缺乏的时候呢 土壤湿和叶面喷湿呢 同时进行 在没有土壤测试的情况下 叶片这种 棚的浓度降低到 25个PPM之下呢 我们建议呢 我们建议呢 就是说土壤两磅的棚 每英模两磅的棚 心最湿的范围是25到50 零和心的比例呢 不能够超过100 缺心的方法就是说 土壤撇湿太高 零酸液液濃度太高 而导致 当然春天如果 温度比较低 对心的吸收呢 也会有影响 在缺乏的时候呢 叶面喷湿是最有效的办法 土壤使用呢 低灌的情况之下 就是灌溉施肥的时候 用也可以 但是呢 不经济 就是用的量呢 比较大 叶面喷湿呢 是最有效的 对铜来说呢 它最湿浓度是 7到12个PPM 那么核心呢 完全是一样的 一般呢 铜的这个供应呢 主要是由含铜的杀菌剂 来提供的 在纽约州那边 那么但是喷湿的时间 对于你想 在这个 一般是在发芽的时候 或者至少是就是说 在滤顶期 这个阶段 来使用 最有效 在开花期的时候 绝对不能使用 这个铜的杀菌 因为会引起嗅果 那么对于猛来说呢 就是对湿范围呢 比较大 通常撇湿之高一点 就缺乏 低一点 就会导致过剩 还有这个呢 它这个通常撇湿 最湿的这个 这个床口呢 比较小 好在呢 就是说如果它缺 那么在花后呢 两个星期 你喷一次 硫酸萌 百分之零点五的 这个硫酸萌 就够了 因为它学的量呢 比较少 果实分析呢 我就跳过去 因为时间呢 比较紧张 那么营养管理的 这个特料上呢 想谈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传统的使用呢 就是施机和方法 第二一个呢 就是想灌溉施肥 也所谓的肥水一体化 最后呢 在两个方面呢 我不准备花时间来谈 就是说咱们国内呢 这个同行做的很多 怎么用控施肥 然后呢 怎么来增加 土壤有机制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淡素 淡素管理呢 是国员养分管理之中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淡素呢 对这个做果 果实大小 产量和年年结果的 这个影响呢 与对果实色泽 果实硬度和耐出性的 这个影响呢 正好是相反 也就是说 如果我提高淡素的供应 那么做果提高 果实增大 产量增加 有助于年年结果 但是会降低果实的色泽 降低果实的硬度 降低果实的品质和耐出性 所以淡素的管理呢 就是怎么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使这些 相反的效应呢 能够 都能够共存 就是说 平衡到一块 这个图呢 可以看出 就是随着淡素 供应水平的增加 果实的颜色呢 降低 那说对富士呢 当然也是同样 就是说你淡素太多了 着色就变差 不光是着色 耐出性 风味 都要受到影响 那么在淡素管理上呢 就是说 在那边呢 往往就是说 因为土壤 土壤有机含量比较高 用淡素很少 但是呢 有些就是说 我不用任何淡素 这是我们在沙培之中 做的一个试验 这是就是 对嘎勒这样 很容易形成花芽的品种 嘎勒也没有什么 隔年结果的 这个这种 趋势 穷象 但是呢 如果供应的淡素太少 你看头一年 2007年 我们供应的 从22磅淡 到262磅 果实采收的时候 这果子小一些 更红一些 叶子呢 有点发黄 但是呢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 头一年供应蛋 很少的这个 基本上 没有什么花 然后这些树呢 都有足够的花 而且说 你这个淡素供应 如果低于某一个水平的话 它这个果树呢 就不能够成花 那么在年生长周期之中 在生长季节之中 最合适的 最理想的一个 树体的淡素的状态呢 就是说 早期呢 树体淡素水平比较高 随着这个 生长季节的推进 树体的淡素水平呢 逐渐的降低 来保证这个果实品质的形成 保证呢 这条发育的充实 以便呢 跃动 那么早期我们想 需要有 很高 比较高的这个淡素的水平呢 就是来促进 稍微的生长 迅速形成树冠 也促进了 果实细胞的分裂 那么刚才谈到 苹果叶片淡素分析的标准 不同的类型的树 不同的标准 那么这软的品种呢 就是包括了这些品种 就是包括密粹啊 那个金帅啊 属于这类的 虚啊等等 和枣树的品种 那么硬的品种呢 就包括元帅系的帝国 嘎拉 还有其他的 你想 这些 就是说 以及加工的品种 富士呢 应该是属于 就是在这一类之中 那么树体的 苹果树对淡素的需求 和淡素的 供应的来源 这个关系呢 是这样的 共求关系呢 呈现这样一种 就是说 趋势 这是需求 这个呢 是新稍迅速生长的时候 那么来源嘛 一个是储藏的蛋 数据储藏的蛋 供应嘛 主要是前期 也就是从发芽 到发芽之后 大约三四十天左右的样子 那么第二个嘛 就是土壤 淡素的供应 在纽约州嘛 因为土壤油机 质含量比较高 那么这个土壤的供应呢 呃 基本上能够满足 呃 中后期 树体 对淡素的需求 不需要使用人和淡 那么早期嘛 就是说 在 这个储藏蛋 已经用完了 但是呢 土壤的供应的蛋呢 还没有完全 呃 没有完全进来 没有提供 足够的淡素 这时候呢 我们要施淡 十一部分淡素 那么如果 用灌溉施肥 那么施淡的时间嘛 就是要 在这个新烧 生长这个时间 就是从开花 花期 到新烧停长 这个时间 如果你如果是采用 是低灌施肥 就是肥水一体化的话 这个时间呢 是施淡的时间 如果采用传统的 土壤使用的办法 那么这时候呢 你应该把这个施肥呢 料为提前一点 目的呢 就是把肥料 使入之后 它有一个时间 来进入到土壤 那么正好在新烧 迅速生长的时候呢 来被吸收和利用 所以我们一般呢 呃 建议的时间呢 是发芽之后 哎 开花之前 这段时间 使用淡肥 土壤 传统的土壤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时间呢 就是在果实采收之后 那么这时候呢 果实已经采收了 树体呢 进入储藏营养的 这个阶段 那么你如果土壤 使肥 加上液面 喷肥的话 就会把这个 呃 就会提高呢 树体储藏营养的水平 也就是把这个风呢 哎 给提高了 假设提高的那么高 这样呢 对早期 这个稍微的生长 果实的发育呢 呃 就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所以淡肥的使用呢 这个时机上 就是这样 那么下面这些文字呢 我就跳过 因为呢 都是这个 哦 量 这个量上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来 计算这个 上一章 这个量上呢 就是说 一是要考虑到 树体 蛋素对蛋素的需求量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 每生产一吨的果实 大概需求的蛋素呢 是一公斤左右 那么对土壤中 蛋素的供应呢 我们可以根据 土壤中的有机制 来进行一个 大体的一个计算 那么 在量子的差别 然后再除一个肥料 对肥料的吸收 利用率 那么就能够计算出 你应该 使用多少蛋肥 那么土壤 对蛋素的供应呢 下一张 它这个原则 相当是这样 就是大体相当是 如果土壤含有1%的有机制 它每年释放的蛋素量呢 大概就是 每英亩是20磅左右 也就是说 除以6的话 每亩呢 大概就是3磅 多一个 那么蛋素 对这个蛋素的吸收率呢 利用率呢 大概是60% 因为这个蛋素呢 一直是存在在土壤之中 这根系呢 吸收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大概是60% 也就是说1%的有机制 可以对苹果树呢 贡献大约 12磅的蛋素 每英亩12磅 也就是一亩的话 大约正好就是2磅左右 也就是1公斤左右的蛋素 刚才谈到了 使用的量 就是说需求量 和土壤中吸收量的差别 除以这个肥料的利用率 但一个果园 和另外一个果园呢 它这个土壤有差别 那么土壤的供应能力上呢 有差别 作为一个经验来说 每增加10%的肥料 可以使叶子中的含氮量增加0.1% 也就是说 假设 如果一个果园 富士的果园 叶子的含氮量呢 是2% 你用了呢 是 假设是50斤的氮素 去年 那么你想 把这个氮素呢 叶子中氮素的含氮量 提高到2.1% 原先是2% 现在提高到2.1% 增加了 0.1%的量 那么 这时候呢 你肥料的用量 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 增加10%左右 那么对山东的果园呢 这个氮素的利用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估测 根据江源茂教授 在2012年 在七霞做的一个调查 平均的氏氮量 是每亩90公斤 当然这个范围呢 比较大 从33公斤到426公斤 这个量呢 简直可以说是惊人 在纽约州那边呢 我们用的量是每英亩 平常用的量 大约就是30磅到60磅 就按60磅算每英亩 这样每亩地的话 就用10磅的氮素 10磅的氮素也就是5公斤 不到5公斤一点 当然那边的 土壤油机质含量高一些 但是那个土壤油机质含量高 也就是2.5%左右 所以咱们用的这个量呢 可以说是太大了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如果这个平均的产量 是一亩地一万斤 这个远远不可能 这么高的产量 平均起来 苹果树对氮素的需求量呢 大概是5到6公斤 那么假定土壤自然供应的氮 对树体供应的氮素 大概是20% 因为1%的油机质的话 就是提供1公斤的氮素 大概20% 推算起来 氮素的利用率呢 几个5% 这么低的利用率 是绝对不可能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果然呢 都过量的食用氮素 所以过量的食用氮素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过量的食用氮素 这是很典型的果然 那么就是说 这种大树 石生枕木上 你看一下 你要仔细看一下 树冠上部呢 全是条子 就是大量的食用氮肥呢 导致这个树体旺涨 特别是树体上部的旺涨 导致呢 对树冠下层的遮阴 这样呢 影响到果实的质量 着色呀 果实的风味啊 耐出性啊等等 影响到花芽分化 同时呢 过量的食用氮素 你增加这个生产的成本 最后呢 好多好大一部分氮素呢 都给流失掉了 对环境呢 造成污染 可以说 过量的食氮 没有任何的好处 也就是说从 即使不考虑别的因素 单纯你这个 效益这个角度来说 你使这个果实品质降低 影响到就是说 第二年的这个 果实的产量 因为下面 花芽分化受到影响 增加这个生产的成本 这个也应该是 避免的 那么当然我们要考虑 这个环境 对环境的影响 你过量的食氮 对环境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那么除了土壤食氮以外呢 我们可以从夜面食氮 夜面食氮嘛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生长的 生长季节的早期呢 用0.4% 0.6%的尿素 秋季果实采受之后 可以用的浓度高一点 3% 喷沙呢 两次 可以显著地增加 这个树体的储藏蛋的水平 那么这个总结嘛 下一张 总结嘛 就是说 一般就在生长季的早期 从发芽到花瓣脱落 或者呢 在晚一点 晚的时候 就是秋季 果实采受之后 突然湿淡 都可以 那么使用的氮素的量呢 取决于这个树体氮素的 这个 状态 状况 和这个土壤之中 土壤对氮素的自然的供应 便便喷淡呢 也可以满足早期 生长发育的需要 也可以呢 用来增加 树体的储藏蛋 那么对于甲来说呢 对于甲来说呢 有两种使用的模式 第一种使用的模式呢 是维持氏甲 对于矮淡的果源来说 因为它产量高 你果实采收的时候呢 果实采收之后 就卖掉了 那么果实里边 所含有的 所有的营养元素 都从果药里边给 就是说 带走了 那么对甲来说呢 因为果实中甲含量最高 所有的营养元素 这种甲的浓度 那是最高的 那么对甲呢 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也就是说 你在产量 矮淡素 产量高的情况之下 维持施甲 即使你这个土壤里边 已经有足够的甲 但是呢 你每年仍然需要施甲 来补充那些果实采收 所带走的甲 那么这就是维持施甲 维持施甲呢 与产量有关 就是说 这是产量 一亩地多少吨 假设你的产量呢 是一亩地四吨 也就是八天斤 那么果实里边甲呢 大概就是五公斤左右 五公斤左右的话 你换算成氧化甲 就是六点五公斤 那么如果你土壤里边 本身甲就不足 那么你就是采用这种 校正施甲的办法 那么这个食用的量呢 正好是这个 维持施甲的这个 一倍左右 增加一倍 对钙来说呢 管理呢 要考虑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保证土壤里边 有足够的钙 调整土壤的ph 这现有的果烟 你看气下的好多果烟 土壤酸化 长期大量食用氮肥 导致土壤酸化 那么这里边钙呢 就降低了 那么就得增加这个 石灰石的使用 来提高土壤中钙的水平 第二一个呢 土壤有了钙之后呢 你要保证根系的生长 把这个钙吸收进来 第三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 保持这个钙和其他元素的平衡 特别是氮和钙 如果氮太多 或者如果钙太多 你即使突然之中有足够的钙 它的钙呢 也到不了果实里边 最后一个 第四一个呢 就是要考虑呢 控制这个长势 也就是说 咱们说 以前所说的这个 文产树 或者是就是说文太树 这个树呢 不能够长得太旺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长得太旺 那所有的钙 即使吸收很多 它都到了烧叶里边了 果实也得不到 最后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负载量上呢 就是说 采用一切手段呢 来维持一个中等的负载量 负载量太低 会导致呢 果实缺钙 那么如果这些 上面这些办法呢 还不足以满足 果实钙的需求 那么就可以采用呢 页面喷钙 页面喷钙嘛 就是说 我们建议呢 就是从歇花以后 七到十天开始 每隔两周 喷石呢 一到两磅的这个 露化钙 每一百个加冷 这个换算出来的浓度 如果是八磅的话 就是百分之一 两磅呢 就是百分之 零点二 这浓度呢 用的比较低 百分之零点二的 露化钙 连了喷石呢 三到四次 就是每两周 喷石一次 在采收之前四周 和采收之前两周呢 用的浓度呢 增加四磅的话 就是百分之零点五 三磅的话 就是百分之零点四左右 那么 第四周 采收之前第四周 采收之前第二周 再隔喷石一次 这个呢 是对那些缺钙的品种 对于複石来说呢 这个品种 不是所对钙 特别的这个缺乏 当然你如果是 土壤皮质值低了之后呢 也会出现缺钙 这样呢 就能基本上 保证果实对钙的需求 那么最后呢 我想来谈一下 这个灌溉施肥的技术 也就是咱们国内 所的这个肥水一体化 那么灌溉施肥呢 它的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肥料呢 正好供应到 根系所在的部位 这样呢 能够很快的 很及时的 能够满足 树体生长发育的需求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说 你可以控制这个 滴水的量 使得这个养分呢 不至于流失 或者减少 使这个流失呢 最小化 这是它的优势 那么 这一项技术呢 也有它潜在的问题 潜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 一个呢 就是说 各种肥料之间呢 有时候不相容 也就是说 特别是 钙 煤 铁和铜 等等呢 不能汇于这个 磷酸根的一些肥料 或硫酸根的一些肥料 混合 因为混合之后呢 会导致沉淀 把你这个脊管呢 给堵住了 如果水里边 含铁量太高 也会造成一些沉淀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溶解度上 要考虑 那么一些甲肥呢 溶解度往往比较低 你增加温度 会增加溶解度 但是呢 你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 它又会吸出 第三个 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长期的使用滴灌 特别是通过滴灌来使用氮肥 会导致呢 这个滴水口下呢 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呢 就是说就会导致这个 土壤对养分的这个保持能力降低 影响这个根系的生长 影响呢 树体的营养 所以呢 为了调整 就是说 为了调整这个土壤的PH值呢 我们就采用这个滴管下面呢 沿着这个滴管这个线 来使用呢 石会石来调整土壤的PH 那么 使用氮肥 呃 滴管使用氮肥呢 导致土壤酸化 它这个原理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的是硫酸 硫酸呢 使用到土壤之后呢 消化变成硝酸根 就是这个氨钛氮 变成硝酸钛氮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是释放氢离子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硝酸氨 硝酸钛嘛 已经有一个硝酸根了 那么这个 这个氨根呢 也会变成硝酸根 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释放出两个氢离子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一磅来源于硝酸钛 或者是尿素的这个 蛋 需要1.8磅的碳酸钙呢 来中和它的酸性 如果你使用硫酸钛 那么1磅来源于硫酸钛的这个氨钛氮呢 需要3.6磅的碳酸钛呢 来中和 这个 它的酸性 这点呢 非常重要 你看 如果要不然 然后过几年之后呢 这个PHS值呢 可以低到4.5左右 这样呢 会严重影响 这个 根系 对这些 呈碱性氧离子的这个吸收 那么 滴灌之后呢 下一张 滴灌之后呢 它这个氧氛的分配呢 氧氛在这个 在这个土壤之中的这个分布呢 会呈现这个 不同的深度 对于氮 铺来说 是移动性最快 也就是说 你土壤试氮之后 它很快就得到这个 根系分布层的底部 对于钾来说呢 也很快 但是比氮呢 要稍微慢一点 氮和氢呢 是比较慢 因为它在土壤之中的 移动性比较差 对于 通过敌灌使的这个氮素 和钾素来说呢 可以有这么几种 就是说 硝酸钢 硫带硫酸 硝酸钾 尿素 硝酸钙 或者尿素呢 和硝酸钾的这个混合物 对钾来说嘛 就是路化钾 硝酸钾 硫酸钾 还有液态的钾肥 但是路化钾呢 用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溶解度呢 好一些 硝酸钾是最好的一个来源 它溶解度呢 比较低 下一张 那么 其他的这些元素 也可以通过敌冠呢 来进行使用 那么磷来说 就是磷酸二氢钾 或者呢 多聚磷酸钾 当然对苹果来说呢 磷肥呢 最好是在新建果源之前 在进土壤 土壤调整的时候 土壤准备的时候呢 进行使用 那么对钙来说呢 硝酸钙 用的比较多 但是呢 它与磷呢 不相容 因为会导致沉淀 对铭来说呢 就是流酸铭 也是存在着 与磷不相容的情况 对鹏就是鹏砂 鹏砂这个呢 很容易溶解 也很容易使用 新嘛 你可以就是说 新的这个EDTA啊 或者一些奥河剂啊 都可以 但是它使用起来呢 很不经济 页面喷湿呢 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使用的策略呢 有两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呢 就是 以色列人的策略 也说在干旱的地方 以色列加州 这些地方 有策略 就是说我每一次 每一次浇水 每一次浸灌 都加上肥料 也就是说 维持土壤里边呢 灌溉水之中 养分浓度稳定 那么在清制的土壤上 右树用100个ppm的氮素 成林树把它降到一半 右树呢 甲需求量比较低 成林树呢 甲需求量比较高 那么对于年制的土壤上呢 这个浓度呢 降下来降到50 成年的树呢 还更降 降低降到30ppm 右树嘛 这个甲还是不变 和这一样 那么这个策略的这个 这个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维持这个根系 所能够看到的 这个养分呢 浓度很定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 施肥量呢 它的多少 取决于你浇水量的多少 所以在一些潮湿 或者有季节性降雨的地区 你想如果今年降雨多 那么我灌溉的水用的少 那么施肥量就少了 如果今年比较干旱 我浇水量比较多 需要浇很多的水 那么你这个 施肥量呢 也增加了 那么在纽约州呢 就是 我们采用呢 这种叫 州式的策略 就是纽约州的策略 纽约州策略就是 今年我如果需要 10假设 50斤的这个氮素 那么我分10周 进行地灌施肥 那么每周呢 我就15 5斤 就这种策略 如果这一周之内 我有可能呢 浇两次水 但是呢 他把肥料呢 只是在第一次浇水的时候使用 就这么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最大的有点就是说 你使肥的量和灌水量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最大的缺点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梗洗范围之内 养分的浓度呢 不能够保持恒定 那么这就是在纽约州 Robbins教授 他们做的一个 就是对幼树 轻质的土壤上 就是说 蛋呢 是说60到100磅 每英亩 每年 分成10周 也就是每周嘛 就是6到10磅 氧化钾嘛 就是60磅 每英亩 每年 分成15周 每周嘛 就是4磅 对成年的数嘛 把氮素降低 把钾呢 提高 粘质的土壤上呢 右树 蛋树降低到40到60磅 钾呢 这个是不变的 那么成年的数嘛 这个蛋树呢 更降低 降低到20到40磅 钾呢 略有增加 也增加到80磅 这个80磅 记得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维持施钾的那个水平 那么 灌溉施肥 就是说 头三年 灌溉施肥的这个策略 如果 可能的话 采用这个液态的蛋肥 你看这个呢 硝酸钙 和硝酸钙的一个混合 溶液 那么 氮素的量 就是60到100磅 每英亩 每年 分成10周 以及一周呢 6到8磅 钾肥嘛 第二年开始使用 因为头一年呢 没有果实 钾肥第一年 不用使用 灌溉的水嘛 第一年 每棵树 每周 五个加仑 第二年嘛 这个树大一些 加倍 那么用的这个系统呢 就是用的叫 这个 这个系统 Venturi这个系统呢 它就是一个管 实际上 这个不用垫 一个管呢 它中间呢 把这个管呢 这个直径变小 变小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 这个水流呢 会加速 一加速之后呢 压力就降低 压力降低呢 就是把这个肥料呢 从这个 一个容器里边呢 吸上来 南比率呢 吸上来 来进行这个 灌溉施肥 这个呢 就是说不需要垫 比较方便 那么这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灌溉施肥的 和不灌溉施肥的 这个结果的情况 下面一张图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 对帝国 弱欧和元帅 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这是头一到三年 新烧生长 四到五年 新烧生长 产量呢 从第二年开始 二到四年的产量 五到六年的产量 还有单果种 这是没有进行 灌溉施肥的 作为百分之百 那么灌溉施肥之后呢 会显著的增加 新烧的生长 显著的增加产量 也增加呢 单果种 当然 在这个里边呢 还有就是 滴灌 滴灌 就是不是灌溉施肥 而是滴灌 加上这个 同等量的肥料 这个效果呢 也很好 所以这个水呢 现在作用是很大 那如果能够灌溉施肥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 最能够 满足这个树期 对营养生长的 对营养的需求 那么 灌溉施肥呢 就是 简单的一个小节 这个呢 我就不再重复了 实际上已经都谈到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谈一下 这个 缓湿肥 或者控湿肥 这个呢 相当大小的张敏教授 和江安茂教授呢 在山东好多果员 都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根据他们的建议呢 来进行使用 因为这缓湿肥呢 控湿肥呢 可以显著地提高 肥料的利用率 最后嘛 就突然有机制 好 也就是因为咱们山东 和其他省的这个果员呢 突然有机制含量 都比较低 那么应该有一个 长期的一个测量呢 来增加 突然的有机制含量 使用一些有机肥 这个行间生草 行内富草 一些就是说覆盖作物 你想一些豆科的植物啊 在行间这个种植 来增加土壤里边 这个有机制的含量 增加氮素的含量 我的报告呢 就这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占了一个多小时 那么下面呢 还有这个 Medin博士呢 来简单地谈一下 就是这个 他把这个营养 这个 这一个讲课呢 变成了一些 互动的电子课件 来展示给大家 Nick I didn't find yours Oh you have OK OK